所以我们面对2021年 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 首先我们国内的产业基地 明年会比今年还要更好 我们海外的出口 过去未来至少5到10年 还会保持30%左右的增长 海外的工厂一旦付出 功夫正常以后 它的需求量也会释放出来